是开车的 坐车的 还是骑车 甚至是走路的街坊都应该高度关注 因为这样的灵奇惨剧说不定就会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在成都一辆停在路边的轿车突然开门 从旁边经过的一位母女骑着自行车猝不及防就直接撞倒 才三岁的女孩被后面驶来的货车卷入车下不幸身亡 原来的别一问题 事发后 孩子的妈妈坐在地上 失声痛哭 而她身旁的蓝色相识货车下面 一名三岁女童被压在车轮下 已经不幸身亡 这个小菜开门 把那个主人菜 把辣椒放在幼儿园 一把大刀转来 把人家拿来坐车 我手机开过来 没啥子车 我手机就压死了 原来 当时孩子的妈妈骑着单车送孩子去上幼儿园的 没想到路边停着的轿车司机突然开门 母女俩被从单车上撞飞 更不幸的是 一辆货车正好经过就发生了这一幕惨剧 而其实 司机突然打开车门造成的意外事故并不止这一次 就在去年 咱们广东的恩平就发生了一起 因为司机突然打开车门造成电动车被后车碾压的交通事故 同样 在安徽五湖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交警也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因为司机开车门时没有注意到后方行人 导致行人死亡或者受伤 或者导致后方车辆将其撞上或致死 开车门的司机要负主要责任 因此 在路边停车开门的时候 一定要先通过后视镜看看后方有无车辆行人通过 以免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